好,我們要來開箱 開箱,然後要找刀片 這邊寫了 沒有暖爐 好,打看裡面有 收據,出貨銀繫單 這個是 自動抽油器 這邊是暖爐的 外面的盒子 好,我們來打開吧 上面有一個封條寫 現用沒有使用前期祥樂說明書 好,這邊打開來 這邊有寫 日文的 各個部分的介紹 然後這個應該是他的 說明書 我們就先打開來看一下吧 保麗龍 上蓋保護 好,拿出來我們的暖爐 暖爐 本體在這邊 這邊貼了一個 使用說明 哇,都是日文 都是日文 好,不要再研究 應該是一個注意事項 然後這邊打開來 他的外觀 大小尺寸 我們來量一下 高度 大概 39.5 40公分 以內 那他的寬呢 寬上面是 大概是 31 31 下面的 大概 也是大概31 左右 好,大概是30 30乘40左右 的一個 立方體 旁邊呢 這邊 有兩個把手 把手 把手 上蓋擋開 這邊 有一個 箱 這邊應該就是他 裝 我們的 煤油的容量的盒子 Catharin only 煤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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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開來 注入我們的煤油 煤油 還有壓力法 壓力法 之後呢 它有防呆裝置 形狀有防呆 它不是一個立方體 有防呆裝置 油裝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接著點火 但是因為它這個是電子控制的 所以應該要裝電子 我把一個緊急吸我這個開關 在下面這邊 把它撕開來 煤油 氣 煤油 好,膠帶移除,然後後面要裝4顆 這應該是中型的電池 就是比大號還要小一點,要裝4顆 要裝4顆 可是他好像沒有電池蓋 這樣算正常的嗎? 4顆喔,4顆電池 5顆顆,充分 5顆 鋼對方ику 搅拌,17個 旁邊和滾,20個 最多的女性 人民幣 最多的男性 看一下搜紋書 搜紋書 好他說這個要距離 可燃物一百公分以上 就是一公尺 距離牆壁 要五十公分以上 左右五十公分 後面要二十公分 要注意試試看 他的操作方式 電子點火按這個 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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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火裝置 按下去就緊實滅火 好 那我們來把他的外罩子打開 好打開來了 然後呢 你必須要把這個 拆除 哇可以看到他的 沒有爐的爐心 在這邊 把他拆除 就他的 應該算是取暖器 可以控制 取暖器 他的 他的 暖爐的爐心 這邊 是 白色 我這邊按下去 他就會看到了 白色的爐 沒有爐心 還有那個防傾倒裝置 如果這樣按 他是沒辦法固定的 這樣跳上來 但如果擺正的話 按上來 他就會有 有沒有看到 我稍微一傾倒 他就自動的熄火 所以他有 自動熄火裝置 他這是手動的熄火裝置 OK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 取暖罩放上去 取暖罩放上去 OK 好 然後我們就要把油注入 之後呢 再來點火 他可以手動點火 這樣打開就是手動點火 或者是電子點火 這兩種 先介紹到這邊 先介紹到這邊